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时间已经到了 好 所以在座的同学 我猜大部分是小五的学生 也就是今年小五 明年就要面对小六会考的学生 是吧 大家都是 是吗 好 所以现在我要大家进来的同学或者是家长 大家已经考完你们的小五的年底的考试了 对吧 应该是已经知道成绩了 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知道成绩了 那么也拿回了你的这个成绩单 那我希望大家呢 现在在chat里面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你的这一次考试 你的事件二 小五的事件二 当然满分就是90分嘛 对不对 小五的事件二 你拿到了多少分 OK 好 所以现在大家呢 在chat里面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家长们也可以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你的这一次事件二的考试 你拿到了多少分 好不好 来 现在老师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来分享一下 OK 好 有的同学拿到74分 嗯 74分不错哦 OK 来 大家呢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考得不太好的同学呢 也可以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OK 好 67分半 嗯 好 还有呢 你拿到了多少分 80 哦 不错哦 89 哇 89哦 就差一分满分哦 满分是90分 是吧 大家 我现在问的是事件二啊 事件二 不是你的总分 是你的paper2 满分是90分的 你拿多少分 OK 就是upon 90 你拿多少分 OK 好 80 嗯 OK 也是很不错哦 80也是很不错哦 81就AL1了 啊 80 哦 76分 在座的同学都不错哦 啊都不错 76分 嗯 好 谢谢大家跟老师的一个分享啊 那么 啊 89 啊 100 OK 好 差一分 差一分就AL1了 啊 OK 好 很不错啊 不错 OK 好 所以现在呢 老师来跟大家呃 首先呢 我很开心呢 呃 首先呢 我很开心呢 就是大家都跟老师来分享了一下 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好 那么明年就是到小六了 啊 小六的啊 有小六的难度啊 小六小六的难度啊 啊 那么小五呢 因为我们从小四到小五 所以刚到小五的时候 他整个的这个考试呢 呃 相对来讲还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到小六呢 因为他要考真正的小六会考了 所以他的试卷呢 相对他出的会难一些 那难是难在哪里呢 因为小五呢 他的词汇应该考的就是5A 5B的词汇 对不对 那小六呢 会考 他会出 他当然是从小一到小六所有的词语 但是多数是在四五六年级 这三年的 因为小一到小三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些基础的词句 对吧 那个很简单 也不用特别去考你 那四五六三年的词语 这个词语就是第一 第二呢 他在理解问答当中会更灵活 就是他问题的方式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不是你一下子就可以直接找到答案的 所有的答案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那么在书面互动的时候呢 他的题目可能会更有很多需要技巧去答的 这就是小六和小五的不同 小六小五的不同 那么其实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小四的同学 我猜可能也有小四的同学 就是今年小四 明年要小五了 其实你也可以听听看 因为其实小五和小六 它的题型是一样的 它只是难度 稍微有 会有一个词汇的不同 会有一点程度 好 老师呢 希望在这一课当中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可以在这个 账里面随时问王老师 当然我有看到的时候 我去回复大家 好 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 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内容 两个最主要的内容 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容 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一个内容就是老师会跟大家讲 老师会跟大家讲 讲一讲说 我们到底 我们的事件二 我们的事件二 到底要怎么做 才会让你的分数更高一点 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看了刚才大家的成绩 我觉得所有同学的目标 事件二哦 所有同学的目标 都可以放在AL1 也就是81分 OK 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放到 完全可以达到的 无论你刚才给我看的是60多分的 70多分的 还是你已经达到80分的同学 那同学说 老师我已经到了80分了 我还可以有进步吗 当然 老师所教的学生当中 最高分的同学 曾经拿过89分 就差一分 那一分呢 还是因为他超词与超错 那么这个分数就是很高分 你能够想象出 当他事件二 他只是哪 就差一分的话 他整个的华文的成绩 当然就会影响很多 对不对 所以事件二总分是90分 他对我们整个 华文的成绩会有影响很大 那么我们就今天老师我再说一次 我跟你分享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 提高我们的事件二的成绩 让他到了AL1 那么第二个呢 老师当然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个 我们会在明年有一个从此班的课程 那你如果对这个课程 你觉得 王老师今天的 因为到时候会教课的人 也是我和林老师 那么你觉得 这个课程我今天听一听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帮我推我一把 让我这个小历会考当中更顺利的拿到我要的AL1 那么你就可以到 就是也是老师要介绍的一个内容 好 今天老师两个最主要的部分 那首先老师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呢 王小梅校长 那么我和林老师共同创办了这个儿压语文中心 儿压语文学校 那么我们呢 也共同编写了这个小六的PSE的口试的录像说话 这本书看录像说话 看录像说话也很重要 到时候我们有webinar的时候 大家也来听听看 口试50分也是很重要 还有呢 欧水准的口试的看录像说话 也就是老师这里 右下角的这两本书 到时候大家呢 可以这个听听 看看啊 这个在大众书籍呢 都有卖这两本书 这个 还有呢 就是我们呢 在我的教学当中啊 这里面写的还是20年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了 每个人都超过了25年的教学经验了 已经在新加坡的教学 已经是好多好多年的 而且这些年呢 其实都在教的 就是毕业班 中学的欧水准的毕业班 小学的小六的毕业班 所以我们对于小六的这些年的教学的改革啊 一些课程的变化啊 还有呢 他考什么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有足够的经验啊 来 这个 跟大家说 嗯 跟大家 帮助大家 能够 得到 要理想的成绩 好 好 那么 啊 这个是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啊 那么今天呢 刚才我已经大概说了啊 我今天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啊 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啊 那下面呢 就是老师先跟大家分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个事件二到底在我们的总分当中他占了多少分呢 他占了90分啊 大家看到吗 这个呢就是200分里面他是90分 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分数啊 那么就是对我们整个分数的影响是很大的啊 很大的 那都有什么呢 那我相信考完的同学你应该知道对不对 我们在section1啊 会有30分 这30分是什么呢 考的多数是我们的词语啊 都是我们的词语各种方式的考考试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短文听控十分五题十分 还有第三部分是理解的选择题五道题十分啊 这个是伯克勒A里面的50分 那么我们常常在课中我都会给学生一些目标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拿到L1 这50分里面你最多最多错两题不能够超过两题哦 也就是你最多扣四分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拿到46分以上 大家想想啊去看你的考卷 如果你的考卷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完整的意思呢 就是你一共有25题 在这个伯克勒A里面满分是50分的话 看你自己有没有达到46分啊 你如果没有达到46分 说明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就是你还有 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是 哎这一次出的题都是我会的对啊 这些词语刚好是我会的 那老师刚才已经讲了 可是呢如果在小六会考当中呢 他考的是四年级到六年级是主要的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所有的词语都还记得呢 好我们再看 在伯克勒B里面呢是完成对话八分 完成对话八分 那还有什么呢 完成对话是四题八分 还有阅读理解实用文 也就是我们说的书面互动 对吧 那个书面互动是四分 还有呢这个阅读理解的三个选择题 OK三个选择题 书面互动大家这次拿多少分呢 大家可以在圈里面告诉老师一下吗 书面互动拿了多少分 书面互动是四分哦 哦不错哦 有同学拿到四分哦 OK还有呢 书面互动哦 就是那个写写一个简讯 或者是写一个便条 或者是写一个邀请函 或者有的学校写电邮哦 那个是比较难一点的啊 你拿到多少分呢 啊 大家可以在圈里面让老师知道一下 好 因为那个部分呢 也是啊 其实在呃 老师的教学当中 我给同学的目标就是四分 你一定要拿到四分 而且同学说老师可以吗 完全可以 那个题是完全就是给你分的 只要你掌握好技巧啊 好好 然后这个是呃 这个书面互动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同学会头痛呢 一个阅读理解的开放题 对不对 22分阅读理解的开放题 那个开放题呢 大家能够拿到多少分啊 啊好 所以这个是布克勒A50分 然后呢 布克勒B是40分 一共是90分 好 我们先了解这个分数的细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词语就占了40分 对吧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都是词语 它占了40分 那剩下的呢 也就是 啊 第三个Section 3 5题的选择题 Section 5 有3题的选择题 这个就是几题啊 是8题 对不对 然后呢 是5题 10分 再加上6分 16分 再加上最后的一个开放题 22分 就是你一共有 刚才我们是16分 一共有38分的理解题 在这个世界二道中 哦 40分词语 38分理解题 OK 好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会什么 对吧 我们要一个东西呢 我们要进步 先要了解它是怎样的 好 好 那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怎么提高试卷二啊 老师先来跟你讲一个道理 我们怎么样提高 对不对 那你要先知道 你丢什么分 请同学们看试卷的时候啊 试卷其实是个什么呀 试卷就好像 如果一个人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身体舒服 他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好啊 一个check up 检查一下 我的哪里有问题啊 还是整个就是很健康啊 对不对 所以当那个试卷拿回来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只看分数 我是拿这些分这些分 我是高兴 所以变成有些同学 我看他看分数啊 作文也好 口试也好 试卷也好 他只看分数啊 他只有两种心情 就是高兴和伤心 对吧 或者是我高分 我很高兴 或者是我低分 我伤心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伤心的原因是什么啊 你呢即使高兴 那哪一个部分 其实你应该得分 可是被扣掉了 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拿到 那么高分 我就差那么一点呢 你一定要看 那个试卷当中自己错在哪里 就像一个人做身体检查 当他检查出问题之后 你当然要对症下药啊 对不对 你要根据那个病来治啊 所以我们一定看试卷之后 看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 刚才我已经说了 40分啊 那个30加一个10分 40分是考词语 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就是我的第一点 足够的词汇量呢 有的同学说 哪里来的词汇量 当然是课本是基础 课本上的词语 你是否都会了 有的同学说我都会读 读没问题 可是你会用吗 你会用 你也会用 你也会造句 可是当两个意思句子的选择 很接近的时候 你会做选择吗 所以我们其实有些同学啊 你看他读没问题 他读读的很好 没问题 可是他一做选择 他就错 而且现在的考题难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帕斯耶的PASA考题 对不对 即使你是小五的学生也可以 老实跟你讲啊 那个小六会考当中蛮多是小五的词语 所以有的提议你是可以的 你看他的答案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答案 所以呢 我们每一次小六会考之后 我们甚至老师都会讨论说 这两个题 他其实答案真的是蛮接近的 所以大家在那么接近的选择题当中 你是否会选择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学 也就是你怎么考我 我都是高分 有的东西 哎我那一次高分而已 好 所以第一个大家有丰富的词汇量 那么 呃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能够理解那个词汇 并且应用 这个刚才我也说了 啊 第三呢 三和四 我觉得就是一和二 就是老师刚才说呢 我们怎么样让你呢 呃 三十分四十分的词汇的部分 啊大家能够词汇的部分 能够拿高分 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理解题啊 第三题 第三个 第四点就是理解题 理解题呢 一定要注意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理解能力更加的呃 有力对吧 更加的就是理解能力很强 我们能够做各种各样的理解问题 无论你怎么给我出题 ok 好 就是呃 理解的能力啊 第三 第五第六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提醒啊 提醒 所以呃 我要讲怎么样说知道提醒呢 其实啊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小六会考 大家可以看一下passet考题 他其实理解问答 等一下在后面我会讲解 就是他会他会出那些提醒 因为我们已经教了好多年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些理解问答的题 其实问的都很直接啊 就是同学们可能在文章当中 可以直接找到答案 可是现在的理解问答 你的答题不只要找答案 而且需要你会把所有的答案综合在一起 有的时候还要加上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 才能够让那个答案更完整啊 才能够得到一个高分 所以这也是一种啊能力 我们呢就是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就会给同学们说哎 这种类型的题怎么打 你才会拿满分 另外一种类型的题怎么打 你会才满分 你想要一次练两次练三次练 第四次当你看到的时候一定很自然的就知道去怎么做了 对吧 这就是提形 练提形的重要性 我们不只要低着头 埋头去做 小五的词汇哦 埋头 你不只是埋头去做 而且你还要懂得总结 就说哦 这种题我要这样答 所以这样答的话会扣分 好 还有第六呢 就是要把握答题的时间 控制时间一向都很重要 对吧 所以我们做作文 要控制时间 我们呢做事件二同样控制时间 不然的话 你还是做不完的 啊 好 所以怎么提高这个事件二的分数 老师等一下 会在每一个题 啊 这个啊 比如说section 1 啊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题当中 老师会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啊 啊 好 那么 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点啊 我们会这个啊 我们开办了这个事件二的刷题啊 事件二的刷题 什么是刷题呢 就是我们会选择很多名校的事件啊 啊 让同学们做 我们呢 在课上给同学们一个详细的讲解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 很多家长都会做什么呢 就是要考试了 我们来做一下啊 啊 做一些名校的考题 所以家长可能就问啊 我自己都可以做 为什么 我要跟着你王老师做呢 啊 我为什么加入这个尔雅的这个 事件二的课程呢 因为 很多原因 啊 等下我跟你讲的原因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我没有让你做所有名校的事件啊 我给你选哪一些事件是你一定要做的 因为那些学校的事件 他出的题目非常的贴近小六会考的 这个需要经验才能给大家总结出来 对吧 我们看到了 哎 这个其实 这些提醒就是小六会考的 这是最新的提醒 同学们一定要会的 会的就没问题了啊 所以我们会选择名校的事件来给大家讲解啊 明校的事件啊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呢 在这个课程当中啊 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跟学生们分享 就说你遇到这样的题 你应该怎么做 遇到这样的题 你要用什么思维啊 你要怎么去想 怎么去做这样的题 所以这个呢 大家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啊 而且呢 就像老师刚才这个也是重复 就是说提醒很重要啊 我们会仔细讲解每个提醒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那就是说这个课程呢 只有我和林老师 两位老师来开办这两个班 啊两个班 而且每个班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啊 就是我们希望帮助那些学生 达到自己的目标啊 那我和林老师呢 都是教学都在超过25年了 新加坡的教学经验 那这个补习中心也是我们创办的 是我们亲自来教小六的这个课程 我会跟我们会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说 利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你的孩子 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你的成绩啊 那么这个课程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 而且这个课程是online的 好我知道家长有疑问对吧 说online的课同学能专心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安排一个小时一个星期 因为一个小时 因为我知道小六的学生 你现在已经在小五的时候 已经给他准备了满满的时间了 对吧有各种还有被课外活动的时间 那学校的一些活动占据 所以他的时间并不多 我们也不希望他浪费一个时间 是要去到中心再去回去 这个路途上也是很劳累 那么我们呢就是安排一个网上的课 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所以老师呢 而且最重要这一个小时 你的孩子不是在做题 ok 这个小时又说 你这做一个考卷 那一小时就完全浪费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考试 这个课程的那一个小时 是老师完全是讲解 而且学生之间会有一个互动 就是确保你的孩子是在专心听课 而且他就要累的时候已经下课了 对吧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课程 所以他是完全可以专心的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呢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因为是网课 所以我们都有那个录像recording 那么我们所有的recording 你的孩子如果没有听清楚 或者是父母当时没有在身边 我也想听一听 老师上课都教他什么 我可以在课后再来帮助他多一次 让他记得更牢 这当然就是最好的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网课就有这个优势 他可以看Lesson Recording 你可以随时复习 让同学们可以说 我还没有听清楚 我要再听一次 那你可以重新再听 那么我也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Lesson Recording 你也是可以 今天Webinar Recording 你也是可以 希望如果我们跟你分享这个 那也可以的 我们也可以发给你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课程当中 以我们的经验来告诉你的孩子 什么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什么地方 也就是第六点 会丢分 你在这里一定要小心 而且我们不是一次提醒你 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会丢分 我们下一次再遇到另外一个事件当中 又遇到相似的类型的题的时候 也会告诉你 你这里会丢分 这个里面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什么样的 可能是说 你在家长们在家里 可能无法帮助他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家长只是 可能有他的哥哥姐姐 有小六经历过 那么可能你并不是一位专业的老师 可能你对他的帮助都有限 对吧 因为我们就是 这是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工作 可能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提醒 或者是对他的指导 会更加有针对性 所以 这个可能就是 对他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对他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就是我们呢 也也会保证说 孩子至少能提高 10分到30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这个课程适合什么年龄的学生呢 什么 适合怎样的学生 第一呢 希望他是在AL4以上 AL4以上 啊 啊 那么 AL4是多少呢 75分啊 希望他能够在75分 但是 有的同学说 哎我上一次考试75分 可是这一次考的不太好 我只有70分 或者是65分 那可以吗 OK 如果是这样的成绩 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考卷 发给我们看一下啊 啊 我们让 其实我们看一下你的考卷 我们就大概知道 你的 错在哪里啊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就是跟上这个课程 或者是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最大程度帮你 我们通过你的考卷就能知道啊 所以AL4 5的同学 也就是65分以上的同学 你也可以把你的事件发给我们啊 啊 看是否 当然你就是如果有兴趣来参加这个课程 好 那 还有呢 就是大家的目标是在AL2以上的啊 当然 有同学 哎呦我AL4就可以了啊 啊 那你就 呃 我们 呃 你可能就是对自己的目标都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帮你去可以帮 但是问题是 可能到最后说 哎 一个意外 对吧 我可以拿到AL2 当然我相信今天来参加 课程的同学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有AL2以上的 对吧 好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 我们课这个课程的特色 就是说 你需要在啊 这个课程上课之前 花30分钟的时间 去大概啦 30分钟左右啊 而且你会越来越快 去完成这个事件 我们先会把教材给你 你会玩 你要先完成 我们这堂课需要你做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一份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啊 我们把那个事件啊 分成分成两部分来讲 所以呢 你需要完成第一部分 好 好 那前面呢 就是老师对于课程的一些介绍 所以我就想要跟你说 呃 我们会怎么样帮助你啊 我们会怎样帮助你啊 我们会怎样帮助你 所以我们呢 现在呢 老师就来教大家 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跟大家说 两部分内容 第一 我先告诉你 我怎么我们的课程 尔雅的课程 会怎样帮助你 第二 现在我就要跟同学们来分享一下 事件二 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技巧和怎样提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事件二啊 那么这个事件二呢 呃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分成了那个几部分 对吧 词语的部分 有这些啊 有考虑汉语拼音 有编制 有词语的选择 大家是不是对词语的选择特别的丢分呢 啊 这个第三个部分 词语的意思的选择 你可以拿到满分吗 啊 这个呢 嗯 有些同学我看了同学的事件啊 那很多同学丢分都在这里 好 甚至这个拼音啊 说老师我平时读没问题啊 为什么一考拼音我就扣分呢 因为 他有的时候是卷舌 有的时候平舌 有的时候轻生啊 对他其实你在读的时候 你没有特别注意 可是当他考你的时候 而且他又放两个很接近的时候 你的选择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大家对于这个 平时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要读的非常准确 对啊 这个对口诗也是有帮助的 那还有关联词啊 关联词的选择啊 这是平时我们在写作文中都要用到的 还有完成对话 选择正确的 其实这是完成句子啊 选择正确的句子 选择正确的句子 OK 这个几部分啊 然后我们接着看 那词语部分失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 刚才我说了 词汇量不足 还有呢 就是他词语的意思 同学是默论两可 什么叫默论两可啊 就觉得哎 这样读 这样的意思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也可能是那样很接近 而且现在的选择题 很多题的答案都很接近 很多题答案都接近 那我们到底要怎样选择呢 等一下王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的同学是词语搭配有问题 另外呢就是句子的语感 什么叫语感呢 你觉得你在英文的考试当中 华文在小学还比较容易 就说你所有的考的词汇 多数呢 他作为一个道题来考这个词语的话 那个词语都是你课本当中的 他有一个范围 对不对 那你的英文考试呢 那个词语是有范围的吗 是没有范围的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有的东西可以做得很好呢 就是这个词语可能 可能不是我没有什么课本 可以去学他把它学会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对呢 就是平时在讲话的时候 你的语感啊 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说 比如说我在做选择题是 我因为我常常讲华文 所以有些字我只是没有学过 我也猜得到他的意思 我也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个叫语感 好 所以这个叫多读书 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这条题 这是2023的会考的题 你可以说 老师不是小五的了 2023的考试 可是你看这个词语啊 你看他的选择 选他的选项 是不是你都会 所以我跟你讲 小小这个PSE的考试呢 其实很多都是小五的词语 特别重要啊 小五的词语很重要啊 那大家看一看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选择 你来看一看 他是一个什么呢 词语的选择 啊 一个词语的选择 你不要再什么了啊 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会选什么 好 同学们在你们在圈里面 给老师试试看 OK 你会选择哪一个 OK 同学蛮快的 同学 蛮快的 哇哦 不错哦 现在大家的答案都一样哦 我看 应该我没有看错 一样 诶 有没有其他的号码 诶 真的呢 啊 不错不错 而且同学们很快哦 请你不要再什么了 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吧 好 请你不要再什么了 我们看这四个 第一是抱怨 所以你看啊 你是不是可以做小六的考试咯 第一个呢 是抱怨 这个学过的 对不对 你不要再抱怨了 你不要再抱怨了 赶快想办法解决吧 有同学不要再劝告了 是他的问题 他当然不能劝告啊 所以这个就肯定就是错 那另外呢 你不要再控制了 啊 啊 车失去了控制 小五的自由 你不要再选择了 这个更不可能的答案 对不对 这个题 我们要怎么做 注意他 你看老师有给你啊 啊 放加重这个词语啊 加重这个 句子 对啊 你不要再什么了 而且呢 后面是想办法解决 所以呢 就是不要再抱怨了 啊 你这样两分就拿到了 好 我们来试试看啊 我们再来试一道题 我们看下一题啊 看你们是不是 有看谁可以坚持到 每一题都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这个是词语的选择 大家看一看老师 这个underlight的这个词语 一言为定 你的下面的选项是什么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 那就一言为定 我们明天就行动 那么一言为定 是下面四个的哪一个词语呢 哪一个啊 好 现在有两位同学给我 三位同学给我答案了 好 有的同学很快啊 好 ok 来 这个题呢 大家稍微慢了一点 啊 刚才那个第一题很快 啊 这个题呢 这个就是词语的选择 你在考试值拿多少分 词语的选择一共是四分 你的选择是多少分 好 你的选择是多少分 所以呢 这个是 好 同学呢 给了我答案 这一次呢 答案有不同哦 啊 答案有不同 怎么给了我两个答案 又改了 ok 好 我们来看啊 那我们都同意这么做 那就一言为定 我们明天就行动 我们先来把一些不可能的答案 我们先排除 对吧 那我们看 说过的话 不再改变 老师教你啊 这个技巧啊 一个呢 一个 他的意思啊 一个呢 就是他有时候会有这个就是善的解释 有时候会有这个词语当中的那个字 啊 词语当中的那个字 就是他会出现在解释当中 这是一个技巧 第二个 当你真的不确定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句子放在里面 就是把它的解释 替换掉这个词语 你就看一看啊 比如说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了 那就说过的话 不再改变 我们明天就行动 第二个呢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 那就答应的事要马上去做 我们明天就行动 ok 第三 讨论的结果让人很满意 第四 计划好的事不能半途而废 有同学选4 怎么会选4啊 怎么想到会是4的答案啊 ok 好我们来看啊 多数同学选的是1 选的是1 我们来看 这个4呢是计划好的事不能半途而废 那我们看 这件事情是一言为定 所以呢 就是说下的话 就定下来了 不变 不改变 对吧 也就是说 当大家呢 如果猜不出这个词语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前面 就是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了 明天就行动吧 就去做吧 同意了定下来了 那明天就去做吧 其实我们已经猜到了这个词语的意思 就是说过的话不再改变 对不对 我觉得你会你会3和4不可能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乱这个2 还好没有同学选2 2是答应的是要马上去做 他呢 说了一个马上 可是你看这个 他是哪一天去做啊 明天就行动 对吧 而且一言为定里面 没有一个立刻去做的那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言为定 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 也就是我们两个说定了 但是不是要马上去做呢 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这个马上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题 老师总结一下啊 我们做这样的词语选择题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 第一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先排除那些完全不可能的 放在里面完全不可能的意思 我们排除掉 对吧 我们排除掉 剩下的两个 我们把它这个解释 放在那个词语的那个位置 你再读一下 你就知道哪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合理的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OK 当然 老师还是希望你能读出来 因为同学如果完全不会读 你就用老师的方式去猜 当然如果你一读 你就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了 那你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 可是现在的很多题啊 他两个看起来都一样 就是两个解释 他觉得很接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像老师刚才的 比如说这个一和二 其实有一点接近 你就把那个句子放进去 你来做一个尝试 OK 好 所以这些呢 其实你多练多练啊 你就会掌握他那个技巧了 好 这个题啊 完了 我们还有一题啊 还有一题 我们来试试看 再给大家尝试一下啊 这个题呢 也是2023的一个考题 这是一个句子选择 OK 安德莱德这个词语 我先不给你读 这个是什么 你试试看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先不给你读那个红色的词语 我相信有同学会读 再来尝试一下啊 注意他的词语搭配哦 还有整个句子的合理性 要合理 我再等你们的答案 同学给我一个 好 两位同学 老师给你大家一个时间吧 让老师数到 哦 好 现在四位同学给我了 今天晚上来讲座的同学啊 速度蛮快的了 速度蛮快的了 很好 我觉得 这些同学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蛮适合参加这些课程的啊 因为真的是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OK 好 这些同学现在呢 我本来是要数到十 看大家给我答案啊 但是现在几位同学给我了 我看啊 一二三四五五位同学 五位同学给了我答案 OK 但是这个题呢 有点明显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用技巧来回答啊 好 因为啊 因为啊 也有同学给我答案了 好 不错哦 大家不错哦 大家就选择多数啊 有两位同学不同 还是一位同学不同 那其他同学都选择是三 我们来看一下啊 答案是不是三 大家会读吗 这个词语 啊 这个读什么 灾害 对吧 发生灾害 火灾的灾 其实这个小二就应该会了 小二的字 我们先看第一个没有人需要为这起车祸负责 他只是个灾害 那什么是灾害的意思啊 什么是灾害 当然老师如果给你给你他的意思啊 就说如果同学同学懂 灾害是什么意思呢 我写在这里了 就是自然或人为的祸害 自然或人为的祸害 那这个它是灾害吗 不是 它应该是意外 它只是个意外 发生意外 对不对 我们要注意安全 以免发生意外 那邻居之间经常要打招呼 可以避免什么的发生呢 可以是摩擦 其实这里面可以放很多啊 矛盾啊 或者是误会啊 或者是这个很多都可以 但是灾害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对吧 还有一个 这场灾害造成的破坏非常大 很多房屋都倒塌了 可以是风灾啊火灾啊 还是这个大雨啊 对不对 这些呢就叫做灾害 所以这一个就是他做一个 为了不要成为家人的灾害 当然不是 是祸害 什么是祸害呢 就是常常惹祸的那一个啊 常常给大家带来麻烦的那一个 那个叫祸害 华强决定改革之心 好 这个题 我们要注意什么啊 这叫句子选择 这个在每一次的事件当中 会有三题 就是 十三 十四 十五题 会有三题 那么这个词语呢 全部是从课本当中出来的 虽然你说课本当中我一定会的 不一定哦 很多时候词语呢就会 就会忘记 那么还有呢 他有的时候会很接近啊 让你就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这个题呢 我们要注意就是他的词语搭配 一定要注意他的词语搭配啊 比如说 这个我们要为自己车祸负责 车祸 他当然不能 我们知道他谈的是车祸 对吧 所以呢他不能够 把他定义为灾害 那邻居呢 之间 他也不会是灾害这个词语来形容的 对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他的词语搭配 最后一个家人 他也不能搭配灾害 所以在句子选择当中 他的词语的搭配是很重要的 OK 词语的搭配 而且他整个句子的合理性 合理性 好 这个呢是一个题 所以刚才这两个题啊 一些同学做的挺不错的啊 做的挺不错 好 现在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 那下面的这个词句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2023小六会考 就是去年的一个考卷 那下面大家所看到的啊 这个字评小的啊 因为的词句 词语给了很多啊 所以呢大家看的字 比较小 这里面呢 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是什么呢 就是2023年整份考卷当中 有的词语是出现在 真正的那个选项当中 有的是出在理解问答当中 但是这些词语就是在 2023的考卷当中 你一定要会的词语 也就是这些词语你会了 基本上整个的考试你就明白 他在做什么了 对啊 这里面有分有分什么呢 分一级词语二级词语 还有下一页的有一个啊 高级词语 这些词语呢 我们为什么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配啊 这样的一个分类 也就是说一级词语 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二级词语呢 就是可能要高年级的时候学的 那么高级词语 也就是这些词语呢 那些字你都学过 他可能会搭配另外一个词语 变成一个新的词语 或者是一些词语是从 相似的词语当中出来的 好 老师要讲的是什么啊 也就是说词语 我们刚才我们在前面讲的词语是40分 也许刚才老师给大家出的题 大家觉得还算简单 但是所有的题包括理解问答 包括选择题的理解问答 包括这个真正的短天空这些 词语是基础 词语是基础 你能够准确懂得那个词语 那个是基础 是你一定要会的 那么我们每一次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会做考卷 对不对 名下的考卷 不是做完就算 每一个考卷做完之后 你会收到我们给你的一个词语表 就好像这样 一张词语表 就是说这些词语你都要会 所以大家可以在客户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测 家长当然孩子还小 需要你来督促他们 就是你来跟他一起来 把这词语再来温习一遍 那么慢慢的到第二份考卷又有一个词语表 可能是有些词语会重复 对吧 因为考小六就是那么多词语嘛 所以呢 你在不断的温习 不断的复习当中 你觉得你还是要担心这个小六会考的词语嘛 他一共就那么多 你一直在复习一直在复习 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课程的 呃一个对大家帮助很大的部分 就是你不是做完这个考卷就就就丢到一边了啊 我们会给你总结所有出现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些重要词语 你一定要会的词语 这次不会没关系 下次还会出现 你会一直看到啊 你要一直重复啊 就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 你想忘都忘不了 是吧 啊 啊 ok 好 所以这个是词汇啊 一个词汇表 词汇在小学还是 无论小学中学的都是蛮重要的啊 啊 那个section 2 就是短门天空了啊 啊 我不知道大家短门天空拿多少分 那么短门天空 一共是5题 10分 最重要的是注意他的词语的意思啊 啊 然后词语的搭配 还有呢 因为他是短门天空 他不是独立的一道题 所以呢 我们要从整个文章的那个内容 啊 大家要知道啊 啊 就整个从文章 你要知道这个啊 他的内容啊 通过他的内容 来猜出你的选择 因为其实同样的一个句子 他在不同的文章当中 其实他的选项是不同的了啊 啊 虽然都是同样的一个一个句子 但是不同的文章 他的选项就不同 啊 还有了解大 这个段落大印啊 整个文章 好 现在我给你看2023的一个片段啊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一个 对吧 你可以看到啊 从前有个自以为很厉害的人啊 出海寻宝 在出发前呢 他很什么的说 注意哦 他很什么的说 我们能不能到这里就开始选啊 当然不行啊 他说什么 你才能看到后面 才能知道你前面选什么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可以应付 请大家放心 来 又来题了 大家要工作了 要做了 这个第16题 大家要选什么 他很什么的说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可以应付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知道 他后面说什么呀 对不对 你才可以选择这个 有同学说 哎 这个我好像不会哦 老师跟你讲 是在小学课文里面哦 嗯 这四个都是 哎 同学给我答了 两个同学给我答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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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同学 今天晚上的同学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哎 哦 很棒 老师讲的是 你们都很棒的原因是 不是因为你们给的答案对还是错 而是因为 很认真的跟 这就让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样的学生 就是说 他跟你会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 对吧 你只能看到我看不到你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一直都有互动 啊 比如说老师 而且说明你在很认真的听 说明你在很认真的听 老师 王老师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同学也在很认真的做 不是说老师说哎 随便给你一个号码 没有啊 这样的孩子 我觉得啊 一定会拿到好成绩 好 ok好 所以现在同学给了我一些答案 好 那这个题到底选什么呢 对了啊 他呢 很自信的说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可以应付 很自信 很有confidence 的 大家知道这个词吗 这是我们小学的字哦 他是智慧 对啊 什么是智慧呢 我记得智慧常常会出在理解文答当中 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妈妈呢 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教育了孩子 所以那个孩子就改过了 对吧 常常会问妈妈是个怎样的人 那同学妈妈是个聪明的人 其实呢 聪明有智慧也有聪明在里面 但是智慧是一个人他的知识 他的knowledge 加上呢 他的聪明 这全部在一起叫做智慧 这个智慧很重要啊 而且你不可以说他是一个智慧的人 一定要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说他是个智慧的人 肯定扣分 你要说的是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同学们请把这个词学起来 因为考试当中 常常会问 对吧 你这考试考卷当中 有没有啊 他问他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觉得老师 这个老师是个怎样的人 那小明是个怎样的人 你觉得那位老人是个怎样的人 对吧 然后常常会有这样的题 那你的词汇量够吗 有智慧啊 自私啊 宽容啊 啊 然后呢 还有我们常常用的什么呢 懒惰啊 不讲道理啊 乐观啊 这次大家都学一学 啊 因为呢 这个 你知道啊 有一个题啊 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一个同学错的 一个同学呢 他做了错事 做了错事 但是呢 他老师提醒他之后呢 他就改正了 他就改过了 他成为了一个用功的孩子 记得啊 他做了错事 然后呢 他就改过了 老师教教导他之后 他就改过了 所以他成了一个很用功的孩子 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 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如果我问你 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一个是呢 他是一个 这个 改过 大家听啊 改过自新的孩子 还是一个 他是一个知错 能改的孩子 好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请大家在车里面选一下 你会选一 还是二 他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孩子 还是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孩子 一还是二 来 老师倒数十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啊 快哦 大家很快 很好 很好 啊 啊 给我答案的同学都选择二 知错能改的孩子 所以啊 如果你说改过自新 这体肯定没分了 这就是一个孩子 对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些题的重要性啊 这是一题 一个同学的错 他这个是他考试当中的最后一题 他就错到这题上啊 一下子那些四分一分都没有给他 你看 你是不是要很谨慎啊 很谨慎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这一次呢 我们稍微快一些 那也就说 老师要刚才跟大家总结的就是 短文天空啊 一定要注意整个段读完 才去做那个题啊 你要知道他整个段在说什么 对吗 这一个呢 我就说 大家在做你的选择啊 判险家们听了信以为真 就以为是真的 便和那个人一起出发 过了几天 船夫忽然病倒了 那个人立刻站出来 大声的说自己会开船 可以什么船夫 可以什么船夫 对啊 有一个人生病了 船夫生病了 所以有一个人说 我可以什么船夫 来 希望同学们是那个答案 OK 不错 好 好 三四 OK 好 不错啊 OK 这题答案是什么呢 这题答案是二 可以代替 可以代替他 我可以代替那个船夫 所以你看呢 代替这个是服务 服务 这个是代替 replace 我可以代替他 转换呢 有同学选的是转换 什么是转换呢 转换是change 我可以把这个 我现在要转换行业了 行业是我们学的哦 转换行业是 我本来从事这个工作 现在我要换成另外一个工作 或者是呢 我们在公路上驾车 你本来是走的这条路 现在我要转换到另外一个车道 所以转换的意思是改 但是呢 这里面他讲的是什么呀 代替 我要代替那个船夫 啊 所以我们通过整个句子当中 就是说我来replace他 我来代替他 所以这个所以是代替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就讲 因为他已经背熟了开船的方法 这时海上的天气起了变化 刮起了狂风 下起了暴雨 他们的船不断的被海上拍挡 情况十分危急 那个人嘴唇抖动啊 发抖 什么的念着开船的方法 什么的念着啊 什么的念着 开船的方法 就是这个人呢 他没开过船 他只是学过啊 然后呢 看着手忙脚乱 注意这些关键字哦 手忙脚乱的转动方向盘 好 然后呢 没过多久 大浪就盖过来了 他们的船就被打翻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啊 答案是什么 好 三位同学 给我答案了 四个 好 所以什么的念着开船的方法啊 而且后面都给你 给你一些提示了 对不对 好 挺快啊 同学挺快 嗯 不错 对 这题呢 就是选择什么呀 慌张的啊 啊 因为后面讲什么 手忙脚乱的转动方向盘 手忙脚乱 对吧 他已经给你了 慌张不就手忙脚乱吗 对不对 惭愧呢 不好意思啊 觉得因为做错了事 而觉得难为情 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啊 这个叫惭愧 好 好 那么老师就举的 当然考试当中会有五题啊 老师举的一些例子 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当我们做短天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当然我们在这个 这个是老师只是给大家 大概去讲一下啊 那其实技巧还有很多啊 那么不是一堂课就可以交完的 所以在不断的练习当中 啊 老师发现了你的问题 就会给你更大的一些帮助啊 好 我们现在看呢 这个 第二 然后呢 是阅读理解的选择题 对不对 选择题 好 怎样的题呢 你看啊 老师给你个例子 所以比如说 他是一个这样的 我们也是在 BookerA里面的那个选择题啊 学校假期的一个早上 我在家用电脑学习 学了一段时间 我感到眼睛有些疲倦 啊 这个世界学过 于是站了起来 我离开了书桌 不一会儿 我觉得有点闷 便去看看妈妈在门口种的一些植物 随手浇浇水 这是第一段 然后呢 他的问题就是这个啊 当然他考试当中 他是整个文章 这就是老师跟你说的啊 这个题和后面的理解文答啊 等一下在后面的理解文答 老师就不重复了啊 这个题和理解文答 他都属于理解的题 对不对 都属于理解的题 我们在做总题的时候怎么做呢 一定要注意 读这篇文章 读那一段 读那一段 你就要知道那一段在说什么 也就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什么结果 好 比如这里面谁呢 我 我做什么事啊 去浇花 对吧 为什么呢 他中间有解释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选出了21题 21题也就是第一题 我看到那个是16样 也就是那个理解篇章的第一题 那老师告诉你一个技巧啊 第一题多数他的答案 也就是在第一部分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一定要去找答案 而且那关键字呢 作者为什么要给植物浇水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keyword是什么呀 给植物浇水 在哪里呢 在最后植物浇水 为什么呀 你就往前看呢 就是对不对 你就往一个句子当中去看 句子当中去看 就是因为他学习累了 然后这个接着往下看 对不对 到这里 所以呢 你就看下面的选项 下面的选项 对啊 有这个眼睛有点疲倦 对植物很感兴趣 对植物很感兴趣 他休息的时候觉得闷 啊 还是呢 这个食物都快 植物都快枯了 什么是枯了 缺少水分 他要死了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好 两位同学给我答案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去教化 给那个植物浇水 植物哦 啊 这个题大家就稍微慢了一些啊 有些同学还蛮好啊 慢 不是蛮好蛮不好啊 就说有些同学就速度挺快的啊 有些同学就稍微慢了一点 好 这题的同学给我的答案是1和3 啊 有1 有同学选的是3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来看看 1和3呢 1是他感到也有点疲倦 有没有这句话呀 有啊 啊 这句话在哪里呢 在这里 我感到也有点疲倦 对吧 这句话 第三呢 他休息的时候觉得闷 他是在休息对不对 他觉得有点闷 在这里 所以 这两个 这两个 可能 这里是感到疲倦 这个是有点闷 这两个 呃 我们来看看 所以 这个是说 有一个呢 他的问题 他的答案是在这里 随手交交随 这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老师先跟你说技巧 当然你读得懂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答案 但是 如果你 不是说 当你这两个题很接近 你不知道选哪一个的时候 我们正确的想法是说 浇水和眼睛疲劳有没有关系 我们眼睛累的时候 我们想要解决眼睛累的问题 会不会去浇水 对啊 你会去浇吗 那个应该不是直接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有点闷的 没事做 走来走去 没事做 浇水 就可能 对吧 觉得很闷 所以去浇下水 所以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是3 他休息的时候觉得有点闷 就是对的答案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看哪一个答案 如果 哎 那个同学真的是读不懂 对吧 或者我有点乱 我真的不知道选什么 你看他们两个哪一个更接近的一个问题呢 就更靠近他呢 就是这个 觉得有点闷 对不对 更靠近他 所以他呢 就是来到这里 他就是这个答案 就是觉得有点闷 想要水手浇浇水 这个更靠近 这个更靠近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帮助你的 在做选择的时候 做出决定的一个技巧 哦 当然老师说了 技巧很多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技巧很多 这个都要在不断的练习当中 你会一直会看到那些练习 就说这个练习当中 我们可以不断的总结 也就是说这种题我要这样做 好 完成对话呢 这个题 我觉得这个题是八分题 那么这个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就是通过上下的那个内容 来判断总结 这个题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没问题 所以这个简单的我就直接过去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 刚才我说的有一个是有便条 对不对 或者是有这个短信 简讯 简讯 有的叫简讯 有的叫短信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题 咯 在我们的布克勒B里面的第一个 完成对话之后 就会有个选择题 就是这个题 对吧 它会是一个广告或者是一个通告 或者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通告 那么这个题呢 你读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部分告诉我这个活动的目的 第二个部分告诉我活动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告诉我 这个时间 时间 要不要交钱 那些具体的内容 OK 所以等一下 这个是第三部分 就是在这里 这个是第三部分 然后呢 第四部分 这个后面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它就是一些条件 我们应该做什么呀 报名的截止日期呀 你要怎么报名啊 读这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分部分 你要知道 你要去哪个部分去找答案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看它的问题 它有的问题 会第一题 为广告的目的 这个题呢 老师教你个技巧 保证你是百分之百的得分的 这题 OK 就是呢 这种题 它99%会出的 就是出这个题 但是它有时候出的是 广告的目的 通告的目的 有的时候问你的是 活动的目的 两种方式 一个是 活动的目的 一个是这个广告的目的 OK 这两个 你要选择一个 那么呢 这个题到底我们要 选择哪一个呢 这个广告的主要目的啊 它是说广告 其实大家想一想啊 现在我来给大家一个广告 对不对 我现在说活动的目的 一定是从文中去找的 那么广告的目的呢 它其实呢 就是要从 这个你要知道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广告 或者是我给你一个通告 我是不是让你来参加这个活动啊 就是你要来参加 对不对 所以 当他问你的是这个广告的目的的时候 而不是活动的目的的时候啊 你的选择一定是什么呀 就是邀请 就是请小朋友来参加 我看同学给我答案了啊 对不对啊 OK 其实呢你看啊 大家注意啊 刚才同学给我答案是不对的 是这个 是这个题 是这个选项 是邀请小朋友来参加 本来呢 本来呢 有的时候是鼓励也可以 就是鼓励人们来参加 可是这个后面是鼓励人们捐钱 跟这个就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是要同学们来参加这个艺术营 所以就是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广告 我一定是要你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的是 这样类型的一个选项 OK 这样类型的一个选项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一定要判断好 一定要判断好 你练习两三次之后 好像我以前的学生 他们开始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题就对 有的时候这题就错 不是很稳 但是呢 我教了他这个方法之后 经过他也不是马上就会 你知道啊 即使今天我教给你技巧 你也不是马上就会应用 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对吧 王老师在学这些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当过学生 也不是老师今天教我 即使我听得很认真 我也不是马上用得到 我可能呢 在用的过程当中 还会出问题 这个时候就做什么呢 就需要什么 就是有人来提醒我 哎 这题不对哦 王老师来告诉你是要这样做的 你怎么这样做呢 你说哦 对哦 我没有用王老师给的技巧 所以要做一个改正 对不对 改正之后呢 下次你再看到这种类型的题 你就会想到我曾经错过 王老师曾经提醒过我 我不能再错了 所以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应用改正 再应用的过程 所以大家要允许自己错 但是错了之后 一定要懂得改正 而且要知道你错在哪里 而且你要知道错了之后呢 你要提醒自己不要再错了 那你就狠狠的记住你错的原因 好 OK 现在呢我们这个题完了 然后呢我们再接着看 就是那个便条 便条 那么便条呢 都是从这个短文当中来的 都是从短文当中来的 所以它在上面呢 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呢 他就说假如你是谁 你看到这个广告之后呢 你就想报名参加 对吧 所以在做这种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他题目的要求 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他题目的要求 对不对 你要请妈妈帮你报名 告诉他报名的方法 报名是要做的事 所以呢 你可以在下面写一二三 一二三 然后呢 这个相关的内容 你要去哪里找啊 去文中找 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你千万 你一定要underline 千万不要漏掉 因为你一漏掉 那个地方就没有分了 所以当你不要漏掉的时候 你再把那个句子 说的通顺一点 这个题就是满分 记得第一步 underline 问题 第二步 去找相关的答案 并且underline 第三 把它写下来 而且句子要通顺 就是满分了 ok 好 当然这个题也是要不断的练习啊 你要练习才才能够把这些学到的知识 能够真正的很好的运用到你的这个考题当中 现在呢 就是我们这个呃 最难的一个点了 也就是说 开放题 阅读理解开放题啊 啊 这里面呢 老师给了你一些提醒 对不对 我们最简单的 为什么 你要找出因为 从哪里可以看出呢 我们就可以说 从哪里可以看出 你可以抄啊 你可能你的答案呢 啊 因为以前的题呢 都是草 挺简单的 可是现在的题呢 你需要从文中找出那个答案来啊 有的时候在这里一点点 在这里一点点 你需要完整的把它综合的找到一起 放在一起 ok 然后呢 把它说明 然后呢 这个复数题呢 就是用你的句子 当你写完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一定句子要完整 那另外呢 有什么改变 小明听了老师的话之后 有什么改变 你就要写 当他说改变的时候 你当然要说的就是 之前是什么样子 之后又是什么样子 要做一个对 对 还有呢 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题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题呢 多数会在高法里面出现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需要把它解释出来 ok 解释出来 好 还有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什么什么 哪一句话指的是什么 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了什么道理 或者是得到什么启发 什么是启发的意思呢 就是你明白了什么 你明白了什么 你认为谁谁谁会怎么样 为什么 请说明理由 所以这一些呢 全部就是 当然还有还有 比如说刚才老师说的 他还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能会出的题型 他以后会怎么做呀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都是会 所以我们 这些题型 其实呢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就知道哪一种题型 应该怎么做 当然呢 在考 在这个 我们的课程当中呢 老师也会跟大家去说 跟大家去说 给我一下子 不好意思啊 那个电脑 突然这个电断开 老师把它接上 OK 就说我们在这个 你在做理解文答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题 他的答题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他到底问我是什么 所以最重要的 很多同学就发现呢 就说 其实我都会呀 很多题我都会 我都会读整篇文章 有些家长就跟我说 说老师 其实他整篇文章 他都读的差不多呀 我就问那个学生 你懂他的意思吗 他说也大概大概懂 也懂了 你都读出来嘛 也懂了他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他拿不了满分呢 其实就是因为 他不知道他在问的是什么 所以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会先跟同学说 你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那个人要的答案 就是考官要的答案是什么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就是说你首先要听得懂问题 好像我们口试也是 你要听得懂问题 你才给的正确的答案 理解问答也是 你要先读懂问题 你才能给正确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 那么我们这个技巧老师 就是刚才都会在里面都会跟你讲 也是2023的一道考题 我先直接跳到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子评 你还会把作者当成好朋友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子评 你还会把作者当成好朋友吗 为什么 这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位同学 就是这个我呢 把东西借给了这个子评 可是借给他篮球 可是篮球呢 他弄不见了 子评把我的篮球 我就是作者了 把他的篮球弄不见了 所以我就很生气 一直要求子评陪我一个篮球 那么子评呢 说我的钱不够去买一个篮球 过几天才赔给你可以吗 可是我呢 就不答应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后来呢 这个子评 买了一个篮球给我了 但是以后他也不理我了 OK 好 那么现在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是子评 你还会把作者当成好朋友吗 他一直你给他弄坏东西 他一直向你那个要钱 要你赔 而且呢 还不可以等 要马上赔 你会把他当成好朋友吗 为什么 这种题呢 大家就把自己放在那个角色里面 就说如果你真的是子评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你的答案一定要积极的 一定要正面的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比如说遇到一个人 你还要帮他吗 一个陌生人 那我以后我就不要帮助了 不要帮助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可是那个不是一个积极正面的答案 我们所有的答案都要积极正面的 当然你的理由要说的很合理和很真实 对吧 所以他的问题的点是 第一个你要回应问题 就说我还会把作者当成好朋友 或者说我不会 然后就解释 结合文章的内容 解释自己的看法 那个人物的对话呀 这个作者对子评的态度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解释怎样 要说出那个道理来 你看啊 你看老师是怎么答的啊 就是右边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子评 我不会再把作者当成好朋友 看到吗 第一个你要回 因为有同学直接就答因为 你一定要答完 答完整这个题啊 因为作者不但 虽但不肯原谅子评 还不体谅他钱不够 逼他一定要当天赔偿篮球 甚至以妈妈来威胁子评 这个当然是内容啦 要是内容啊 你要会读才知道 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懂得体谅 要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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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第一个回答问题 第二个解释根据文章 这个高华也需要很多这样的题啊 然后呢 根据文章的内容 解释 你的决定 你的观点 然后呢 说明那个道理 到最后做一个总结 所以 我们不会再把作者当成好朋友 看到吗 这是整个的 口试是这么大啊 好 所以呢 现在老师呢 今天就把这个课程啊 就是把那个整个的世界二 从头到尾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希望老师的解释呢 对大家也是有帮助啊 那么这个尔雅的课程呢 一向来都很受欢迎啊 无论是我们的世界二 作文 还有这个口试啊 其实都蛮受欢迎的啊 这些呢 也是这个 一些家长上了我们的课程之后 都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回馈 啊 这个成绩进步啊 啊 这个拿到一个AL1呢 啊 或者是在这个考试当中呢 都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啊 对这个 我们的老师呢 都给予很正面很正面的一个 呃 评价啊 我们上场也 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些家长 那么 我们的 刚才像王老师在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刷题啊 这个叫做 呃 Chinese paper 2的一个考题 我们选择的都是2023和2024的考题 而且所有的课都会有recording给大家看啊 啊 那呃 一个是15份考卷啊 啊 那么之后的之前之中的一些内容 我们也都会给那个大家去 呃 详细的解释 就像刚才老师在里面的 当然老师今天给你的技巧 啊 太少了啊 啊 时间不够太少了 我在每一堂课呢 我们都会 给更多更多的技巧 让同学们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题啊 啊 都可以啊 应付完全没问题啊 那么我们会分成两个班呢 就是一个星期一的班 一个星期五的班啊 啊 两个班 那一共是多少节课呢 一共是三十节课啊 啊 就整个就是一直陪着你到这个 啊 小六会考中间有个停顿啊 啊 一共是三十节课 那么今天呢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啊 就是能够来参加这个这个讲座啊 啊 那为了这个感激大家 那整个的课程呢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啊 一个优惠了 就是说 呃 那当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报名以后 我们呢 也会给大家六堂课的 六堂课啊 这个课程是一个小时一堂课 那六堂课的作文课啊 也是我们非常抢手的一个课程 六堂课的作文课啊 差不多都是一个小小的学段了 这个作文课每堂课是一个半小时 因为作文嘛 当堂要写完 那这个价值呢 也是270块啊 那个价值蛮多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 当大家报名这30堂课的时候 今天的同学啊 今天的家长就会有六堂课免费的一个作文课 也是由我和李老师来教啊 那当然就是因为很非常大的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优惠 所以呢 就说 只有前十位SYAM的家长 学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early birth的一个bonus ok 好 所以呢 非常感激各位家长 今天来听我们的这个讲座啊 我也希望在今后有机会 帮助大家 帮助您的孩子 帮助各位同学啊 能够在小六位会考当中 得到至少 al2的一个成绩 至少 好 那么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餐厅里面去 询问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 对于刚才讲的内容啊 会对课程的内容啊 大家都可以在里面问 那如果是说 诶 我在客户的时候可以吗 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的中心啊 我们随时欢迎你来问你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ok 再次感谢大家啊 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 那如果是没什么问题 大家就可以退出了 好 好 谢谢大家